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 末后几句妙极乐 叫我们在极难的时候 遇到极难的时候 念观世音菩萨 一心专念 我们的灾难就能化解 观世音菩萨 只要我们念 一心专念 立刻就感应 我们这起心动念 那边就感应 道久 真点观世音菩萨灵感录里面 记载这些事情太多了 一点都不假 你能相信他真有效果 佛不度无缘之神 不相信什么缘 真正相信 丝毫怀疑都没有 这有缘 你跟佛有缘 你跟菩萨有缘 有感 必定 有信 菩萨 大神通 大神通 就在当下 得讲真话 真话我们听不懂 我们在虚幻 我们在虚幻 不时在这种境界里头 带救了 让无尘 很浓厚的习气 随时假的 我们懂 是真的不同 我们要相信 诸佛菩萨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可知一切出 就是无时无处 而不在 所以 真相信佛法 这个人会害人吗 他宁愿 他宁愿 牺牲 生命 他也不会害人 为什么 他知道有果报 你杀那个人 那个人 不是很欢喜 接受你杀 他敌不过你 被你杀了 怨恨在心 永远不消失 那换句话说 深深深深 是在轮回里头 下一次再碰到了 这一时你杀了他 下一次碰到了 他就要杀你 为什么 就 月月相报 神深深深 glue 闺 没完 没了 怎么结局 日到佛法 就结局了 为什么 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 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所以把这个怨恨 化解了 这次能解决问题 佛法告诉我们 这伯若经人说的 一切法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无论是善法 是恶法 是是法 是佛法 统统离不开这个原则 去法你可以修 别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就张开了 就错了 就变成六大轮回了 不放在心上 那是什么境界 大光明藏 净土中称为 长级光净土 一片光明 那在这个光明里头 你一切都圆满 但是 你心里头 没有一法 念住 为什么 不可得 真的不可得 忘的也不可得 真的是新鲜的 忘的是变的 阿赖也变现的 忘的就是六大轮回 是法界 真地就是极乐世界 一真法界 这真地 真旺都不可得 而显现真旺 是自在的 什么时候应该信 它就信 不应该信 它就没有了 它就不存在了 这什么意思 缘 遇到缘 现的缘 它就现 不现的缘 它就不现 与缘不同 非常活泼 妙不可言 这叫诸法 十字相 以上 我 好 我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